聪明人只看五秒就知道如何把这四个梯形块全部拼到这个圆盘里 而那些脑筋转不过弯的人给他五天也拼不进去 据说这是曹操出给张飞的一道智商测试题 张飞拿到手倒过了五天五夜也没有全部拼进去 不得已去找到了刘备 刘备拿到手倒过了大半天说道 至今能全部将这些梯形块拼进去的也没几个人 仔细观察 虽然拼图仅仅只有四块 如果不动脑筋直接无脑随便拼 但是拼到后面发现最多也就只能拼三块 剩下的一块不论怎么拼都没有多余的空间拼进去 刘备万万没想到古人真的是太聪明了 设计了这么多陷阱却又没有办法解开它 真的是难倒了很多聪慧之人 那要怎么拼呢 我们将所有的拼块拿出来重新再来尝试一遍 先把两个梯形块这样拼 但是如果这样拼的话 就连第三块都放不进去了 这个拼图看似简单 实则非常有挑战 它非常考验孩子 平时在家有没有做逆向思维训练 它是专门为中小学生设计的一套 有七种不同类型的拼图 在培养孩子的逆向思维和观察力的同时 还能锻炼他们的专注力 让孩子学会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和解决问题 我们再来尝试一下其他的拼法 将两个梯形块像这样拼 中间留出一点空间 这样左右两边都会剩下足够的空间 刚好可以拼下剩余的两个梯形块 这样我们就成功地把四个梯形块全部拼进去了 这款拼图玩具 非常锻炼孩子 空间逻辑思维和想象力 家里有孩子的一定要被一个